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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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李英辉也非常懊恼,自己站了一会儿,反省一下。 这个球其实他没想发力,还是想打一下底。 郑宇和李文内把比分追上来了。 追平了,在渐歇之后连续得分,现在已经是追到了11平。 这次的这个队内赛裁判,发球裁判,对于这个发球的判法其实也没有那么严格。 对。 昨天的时长比赛只判了一次,但是如果到国际赛场上还是要注意一些。 对,会比较严。 特别是我们太久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国际比赛。 可能对于自己发球的一些标准,会有所放松,或者经过一年多的训练。 所以还不太清楚,才得打了比赛才知道。 就是我们太久没有,郑宇和我看上去。 对,走的! 这个球是要シャンディ的。 好,然后,走的! 好,一、四,五。 最后点,我们走。 这个球的赛合选拳户扰是一样的。 这个球还是很敢打的。 其实,郑宇和这个球的投票。 球速比较快,比较平 又被林辉和杜月连续得分 比较大,我应该是不想拿的 我会在后场打得很耐心 郑宇不想再给对方起球了 想要再往前给自己创造一些进攻的机会 但是很可惜有失误 15分以后 再让朱月和李英辉这样来连续挑分就不好控制 哦好球 两个人在配合上出现了一点问题 王畅怎么来看这个球 刚才李英辉我们在场下也听到他在喊杜月杜月 但是杜月这个球呢 几乎没有动 他可能潜意识当中也是想着李英辉上来 那这个球你怎么看这个球 李文贝和郑宇打得很聪明 因为李英辉在后面长时间在后场控制进攻 消耗了一定体力 然后他们马上就不把球给杜月 就形成一个二打一的局面 然后李英辉可能是想着他因为他前一排是杀球 杀完他也不会直接冲到往前去挑这个球 他还是想前后站位啊 对对对 他可能想保持这样的站位 但是杜月可能想让他分担一点 就杀完可以进行个轮转 嗯 换个位置再继续进攻 所以就挡的位置刚刚好 还有两分的领先 听这个声响确实不一般 而且终于有机会了 在后场能够这样抓住机会杀一盘 对 这一局下来这样的机会挺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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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我认识时很谦虚 我发现你在评论的时候很谦虚 说赢过的比赛都是说侥幸赢下来了 刚才那个回合要是我上去打 应该就打中间就输了 吹平了 这个摆脱角度给的很好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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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的很准确 19比18 再次领先一分 好 好球 好 这个球的路过点太好了 打了个穿越 贴着这个边线走 走到这个方框 而且穿过了对方的这个球员的防守 对 好 好 很可惜 对方放往的质量也很高 19比20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和之前我们转播杜岳的比赛 看他打球感觉现在不光是说力量上增强了 他的这种攻防的这种意识 这种转换的这种能力增强 第一局虽然在最后的这几分上打得很胶准啊 但是杜岳还是杜岳林辉还是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二十二比二十 尤其是最后的这两分杜岳打得很精彩啊 王昌怎么来点评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 虽然是这个大队员啊 这个该说也得说啊 点评算不上就 两边就一开始 但是刘妹正宇稍微有点着急 后面慢慢好一点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啊 尤其是对方挑两个底角出现 其实出界那两个球 也是给了自己追平比分的机会 杜岳林辉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吧 一般在二十比十八领先的时候 被对手连追两分 追平了以后那种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 嗯 但他这种能顶住而且马上又连打两分 是有一定实力在此 看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好我们看在看台上 张军指导也在看台上 这次的队内的对抗赛也是检验队员们 这段时间集训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次全英公开赛开启了之后 欧洲的一系列的比赛呢 也都会陆续开打了 看看国内的这个对疫情的防控情况 如果有明显的这种好转 那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的队员也有可能会出国去比赛 就是点击的 但是我参加不要离开 但是我们这种好转发和重复 也不知道是什么 是说不够的 我们可以说可以做一些 左膝一直是有一个比较厚的呼吸 昨天看他打完球之后也是 就是这种一拳一拐的这种走路的状态 可能这个膝盖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有伤吗 看看杜月和李英辉会不会在第二局开局加速 把自己的领先优势先确定下来 哎呀,可惜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队友上来安慰一下 没事 虽然身材高大 刚才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也说了 但是郑宇和李文妹面对杜月和李英辉的时候 很难找到这种权力杀的权力功的这种机会 他们也非常有经验 就会限制你 不会让你有太多的这种机会 我一调动你像郑宇 我给你左边一个下弯 马上让你跑到右边去 马上让你阻挤了 马上让你干手 马上让你一调动 马上要满 马上让你五个位 从上 扬 TOM 马上让你一笔 马上让你一笔 有点可惜,难处理的球都已经处理得很好,自己的主动变化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给到盛宇的一排瓶的。 给到盛宇的一排瓶的一排瓶的一排瓶。 给到盛宇的一排瓶。 给到盛宇的一排瓶的一排瓶, 给到盛宇的一排瓶, 给到盛宇的一排瓶。 这几个球,李文贵和郑宇都处于上手的状态。 又是一个这种球。 刚才是郑宇有一个这种球。 现在是李文贵的失误。 这几分分差到三分了。 关键这种球对自己的信心有很大的影响。 对。 还不是一个人的信心, 一人一个。 对,一人一个。 战术性挺累的。 对,必须要去调整一下。 。 哦,好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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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会被推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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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这个球。 好球。 好球。 很凶 直接发球 这又是上手球,很好的风浪的机会 双方都犯了一些低级错误,比较简单的 并不是对方给了自己有多么大的压力 这样让郑宇和李文贝又把比分追上来了 7比8 这算是今天比赛一个小花絮 比赛过程当中确实会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包括球在球拍上,包括球挂到球膀上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记得有一次陈龙和李宗伟的比赛 在转播的时候也是这样 陈龙回球直接挂在了球膀上 对,挂住了 我觉得不可以,就不可以。 你为什么要逃避回往前 我一定会出现 你为什么要逃避 因为你为什么要逃避 那种资料 郑宇在后场,好球,这种杀球机会危险是非常大的,终于有一次这种中杀的机会了,舒服 听他的杀球的声音确实不太一样,感觉要更重更响一点 这个东西跟发力集中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有些人可能很有力,但不一定发出来 有些人看着瘦瘦的,但是爆发力就特别好 像李军慧是吧? 对,李军慧还是用了五优的拍子 对,很奇怪,五优拍子是打不动球的吗? 对 但是李军慧的杀球也很重 好球 好球 这两局打到第二局的中段,还是感觉在关键分上 还是杜月和李军慧要拿得更有把握一点 而且要更果断 像刚才的二十平之后的那两分,包括现在十比十平之后的这一分 都是要打得更果断一点 这种局面就比较难受啊,本来自己是有后场的这种能力的,但是总感觉打不出来 对 对 所以现在很多志兵组合都是一个分配往前,一个分配后场 不太会有这种把两个后场能力特别强的配在一起 就像昨天的女单比赛,陈宇飞对张一曼一样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说张一曼很累吧? 他也不是很累,但是就感觉自己没有打出来 应该有的水平,一直被陈宇飞控制 被限制,各种 有威胁的进攻没有,没有给陈宇飞造成很大的那种防守的压力 快啊 上来就加速 这一局他们赢下来就赢了 上来有个节奏的变化 对,这种节奏的变化也是一种战术性的安排 对 打对手一个出气不易 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 主才给了一个节奏 对 还一个吗 这次出现了比赛中的第二个威力 对 这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好 哇,给的好点 好点 再来 了 はい 没有啊 没有啊 不能 没有啊 没有啊 法定人數不足 好球 就是他流暢的一個聯絡 這麼打下去,鄭宇和李文美也太被動了 雖然是2分,但女霜裡只要不出現太大的失誤 因為節奏本身也沒有特別快 不出現太大的失誤,只要穩得住的話 兩分優勢應該能維持到最後 好球 這個人的流暢好像進攻性比陸越強一點 好像他們的身體移動並沒有那麼快 而且中前場往前沒有給自己創造出太多的機會 結果後場的威力也發揮不出來 對 當然有的進攻還是很厲害的 對,有進攻也得分 對 只要有後場的進攻 那麼前場他們的跟進其實也挺快 嗯 但是現在就是沒有更多的辦法 給後場創造出機會 哎呀 怎麼剛剛被判了有點 嗯 嗯 黃頭 嗯 十四比十六還有機會 十四比十六還有機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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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抓的机会很准 也是意识到了这排的出球 他有一个预判 再往前的两个点的来回的移动很快 给出去这个球之后已经要抓对方的对角了 厉害 你解说比赛很有意思 不由自主的会说一些厉害 确实厉害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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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在看球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个球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会不会想这种问题 会 有时候看到别人能够做得到 忽然间想到这个球可能我做不到这么快 对 就多想想就会 思路会比较开口 对 就会有提高 对 就 局一反三 他这么打 但我选择 我在想这个球过来 我不会这么打 那他为什么这么打 就想 接阀球的失误 这个在十七八分钟是很致命的一个 对 紧接着又是出底线的这个十五 跳出了底线 十九比十五了 领先了四分 哎呦 十六 自己也是很遗憾的 对对对对 注意 每天 二 一 是不我一个街发失误吗 还是不能放松啊 在综合能力上还是杜月和李英会要更强一些 郑宇和李文贵呢 可能更多的就是他有他自身的特点比较明显 但是他的短板也比较明显 又跳起来了 对角 好球分得漂亮 李文贵正宇在前场 起球 好球 机会啊 漂亮漂亮漂亮 第一次抢网的那一下啊 本来觉得就应该扑死了 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去发力 但是第二排的衔接很快 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再拿一份 18比20 这个回合 体力消耗都不小 也打得够耐心啊 这一份会不会对这局走势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8比20 郑宇发球 好球 先需要调整一下 这个发球的时候 如果呼吸 不调整好的话 是不是后场 很容易出问题 后场 好球 好球 会比较大 咖啥 都没有 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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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敢做啊,这一下,厉害,厉害,他还能说什么,厉害,厉害,厉害, 王朝又说了,如果换做我,可能不会这样,哈哈,我可能也会,但构成这样子,不太可爱,这个质量很高了,又铁网,又靠边,直接勾在了线上了,这个太厉害了,哈哈, 那这样的杜月和李银辉是战胜了郑宇和李文贵,接下来的一场男单的比赛呢,是翁红阳和陆光祖, 我们也请王朝来简单的来说一下吧,你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翁红阳陆光祖,这场球,这场女双的这场球, 这场球,虽然关键分两边都有出现失误,像第一局杜月他们连丢两分,然后第二局也是连丢两分, 但是到后面好像都是杜月站出来的,他这发挥确实,又有耐心,又看得,又实际又抓得特别准, 而且还有胆量啊,对,还敢去这么打,对,敢去做出一些,特别佩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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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正于李文贵也打得非常好,在后面他们18分的那球是防守,然后得分的嘛, 然后因为他们也防得住,又赶,赶防,后面直接发货场也开始防守开始, 要不是杜月钩锁的那个球,我感觉他们的战术支行应该挺成功的, 只是那个球过得实在太好了,没有办法,对。 这球,他们防守的那个战术,支行一下绝, 然后万一这分他们得了18分20,然后经过两轮的进攻以后,杜月astre应会体力消得特别大, 这时候他们再转为进攻,可能很有机会赢一下第二局,但是那个订阅拥是没有办法的, 接下来是南丹的比赛了 一会儿我们再请蔡洋言来到我们的直播期 来给大家解说南丹的这场比赛 也谢谢王长 拜拜 感谢观看